陳老師工作設出品 Hi 我是陳老師 群雄割巨的第一中間期結束後 古埃及歷史進入了繁榮的新時期 中皇國時期 中皇國包括第十一皇朝和第十二皇朝 時間的跨度大概是公元前2040年至1786年 在第十一皇朝開始 其實埃及仍未統一 他們只不過是地方官員的割據政權 所以他們的地盤也局限於南部底比斯一帶 直到第五位國王曼陀霍特普二世 才打敗第十皇朝 這時刻才結束了埃及南北對峙局面 亦將埃及重新統一 曼陀霍特普二世的勝利具有很重要的歷史意義 為甚麼?因為他就是中皇國的剔造者 後來他將名字改成司馬托威 意思就是兩地的統一者 在中皇國初期 埃及國家一統的局面剛剛完成 所以中央政權也不是很穩陣 地方的貴族勢力其實未完全被摧毀 曼陀霍特普二世面對著這種情況 採取了一系列削弱和消滅地方貴族勢力的措施 打算恢復和加強中央集權 曼陀霍特普四世就是十一皇朝的末代國王 他在位的時間只有七年 在他統治時期 埃及重新確立了與非洲東海岸的某一個城市 蓬特的商業關係 之後亦在紅海建立了一個港口城市 作為聯繫蓬特的基地 之後他還派一些埃及軍隊去遠征紅海開礦和採石 之後埃及的遠征軍裡的指揮官 阿曼尼克特一世發動了政變 乘機謀朝篡位 所以十一皇朝就完結了 根據一些冥文記載 阿曼尼克特一世將首都從底比斯遷了發柔武 可能因為他不是皇室成員的原因 所以他特別緊張自己的權力 在他統治期間限制了貴族和各省總督的權力 又通過一系列改革 令埃及的混亂局面得到改善 而他後面幾個繼承人亦相當不錯 這段時間的國王指揮了對魯比亞的遠征 商業上積極地和周圍的國家進行貿易 而且亦在尼羅河第一和第二瀑布中間 起了一個堡壘和城牆 而他最大的成就就是開發了發柔武地區 亦令到那裡的沼澤變成了涼田 為之後的發柔武地區 大規模的水利建設奠定了很好的基礎 十二皇朝最後的一個國王 名稱為塞貝克烈佛老 又是一個女王 哥是上一任的國王 哥死的時候因為兒子太小了 所以王位就落在塞貝克烈佛老的頭上 但很不幸的是 國王的權力已經開始衰落 和其他皇朝衰落差不多 無非都是那幾個東西 神廟集團控制了國家 朝廷內鬥激烈 對外戰爭頻繁 階級矛盾激化 不久之後 埃及又再次陷入了分裂 進入了第二中間期 今集就到這裡 我是陳老師 課真價實 講講埃及 我們下集再見